好,非常地感谢上帝能够来带领我们大家可以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音乐会。 今天是平安夜,明天是圣诞节。 我们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和大家来分享圣诞节真正的意义。 可能这一些年,我们大家也都是知道一些关于圣诞节的事情。 似乎是很多人已经把圣诞节就看成了一个由圣诞老人,圣诞树,还有袜子里边装礼物。 铃儿响叮当,雪花满天飞,是吧? 现在外边正好下去小雪了,好应景啊,是吧? 白色的圣诞节。 很多人会给圣诞节这样的一个定义,觉得它很美好,很浪漫。 不过呢,这种看起来很人畜无害的这个圣诞节,现在都不让过了,是吧? 好多的学校企业单位都告诉你,要不要过阳节这样子。 其实,我们会发现圣诞节的意义并不只是这些, 甚至也不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兴起的中国特色的一个圣诞节元素, 苹果,是吧?平安果。 这个其实也并不是圣诞节真正的意思。 当然也有一些,你稍微懂得一点基督教的圣经, 懂得一点基督教的传统的话, 你可能又知道圣诞节是来自于圣经的记载, 是来自于历史当中真正发生过的一件事。 于是在那一个版本,那样的圣诞节当中, 你会听到了有许多的故事。 如果你以前就参加过一些教会的圣诞节活动, 我相信你就会似曾相识, 你会听到一个故事说, 有一位婴儿,他是圣子, 所以这才叫圣诞节的意思, 是这位圣婴诞生的日子。 你可能还会听到他降生在不是王宫当中, 而是在一个旅店的马棚里边, 就放在那个魏玛的马槽当中。 他的父亲叫约瑟, 但那又不是他真正的父亲, 因为他真正的父亲是上帝, 他的母亲叫玛利亚, 还有天使来唱颂赞他的歌, 还有很多牧人来拜他, 还有一些博士来向他献上了珍贵的礼物, 可能这是我们听到的另一个版本的圣诞故事。 但无论怎样讲, 这个故事它仍然是一个温馨祥和的状态。 平安夜嘛,对吧, 大家都喜欢这一个名字, 喜欢有一种平安。 不过呢, 我还是想要告诉大家, 获取这两种版本, 无论是圣诞老人版的圣诞节, 还是这一个温馨浪漫的平安夜版的圣诞节, 可能都不是圣诞故事的完整的全部意义。 那么它完整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就在今天早晨, 我看到一条新闻, 这个新闻的内容, 其实我在几年前就看过, 它实际上是网上的一个段子, 但是我却赫然地发现, 由咱们国家西南某地的一个省的 下边县里的教育局, 发这样一个文章的通知, 一个文件通知, 说禁止各处的中小学, 培训机构的这些师生来过圣诞节, 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是说, 186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圣诞节就是那个时候发明的, 说他们筹谋进攻北京的时候, 是12月24号叫做平安夜, 打进去的那一天是12月25号叫圣诞节, 然后打成功了, 庆功的那一天叫26号叫狂观夜, 其实这个明明是个段子, 是一个非常低级黑, 几年前我在网上就见过, 但这一次由唐尔皇之流官方说出来, 我还是头一次发现的, 我最想指出的是, 很想小心地纠正他一下, 说八国联军进中国不是1860年好不好, 对吧, 1900年, 而且我还为了严谨, 毕竟理工科出身, 我专门查了一下, 那年进攻北京是9月份, 也不是12月, 所以这都是什么材料啊, 是吧? 不过呢, 我说这个故事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万稀八糟的对圣诞节的解释, 可能只有一点说对了, 哪一点呢? 就是圣诞节它真正的那个含义, 它是一场战争, 什么样的一场战争呢? 是一场都不是星球大战, 是整个全宇宙的一场战争, 圣诞节就是这场战争发动的那一天, 不过这场战争它不是八国联军进攻中国, 你不妨把它形容为是天国的联军在进攻地球, 他们的进攻方式是空头, 有一件致命的武器从天上被投放了下来, 包着布落在马槽里, 是一个婴儿的形状, 是吧? 定点投放。 所以圣诞节也不是中国人的国耻日, 说侮辱了你, 你要非说侮辱, 是侮辱了全世界的每一个人,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圣诞节实际的意思是告诉你, 上帝就是这位创造了人类的上帝, 对于这些人类看不下去了, 这些人都没有人样了, 所以他自己下来变成了一个人, 就像一天我们很多人很喜爱的一位牧师, 讲过这个例子, 他说假如你是一个什么单位的某一个科的科员, 你干的工作很差劲, 有一天你的科长甚至你的局长忍无可忍, 亲自跑到了你的科里, 他来干这个科员的工作, 那就意味着你不配成为科员了, 对吧? 你连科员都不配了, 所以完全类似的意思, 当上帝来到了人间, 教我们做人的时候, 他就在向我们表明, 你们都不配成为人了, 为什么不配成为人? 是因为我们都有太多的罪恶, 这罪恶是来自于我们里边的, 当然他也受到了外边我们称为魔鬼, 那黑暗势力的引诱和操纵, 所以每一个人都成了魔鬼这支黑暗军团的奴隶和帮凶, 我们自己的心中有太多的欲望, 有太多的罪恶的念头, 伤害自己, 伤害他人, 更重要的是伤害上帝, 更更重要的是他都不知道有上帝, 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在伤害上帝, 因此在上帝的震怒之中, 他发动了一场战争, 为了要把这些人消灭, 不过你要明白, 就像有一个美国的总统叫林肯, 他曾经就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消灭敌人有好多种方式, 其中最好的一种是把它变成你的朋友, 对吧, 这样你就得到了一个朋友而少了一个敌人, 上帝所做的工作是类似的, 所以我们说这是一场旧式战争, 这场旧式的战争, 不是由军队, 由武器和刀剑来发动的, 而是由这一声婴儿的啼哭开始发动的, 上帝孤身一人, 让他的儿子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他是这场战争的唯一的作战部队, 而且那一个材料当中, 那一份教育局推荐的学习材料当中, 告诉我们平安夜, 圣诞夜, 狂欢夜, 这三天发生了多少的事情, 我要想告诉你的是, 这一场拯救世界的这场战争, 很奇妙, 也是那个材料误打误撞说对了, 的确也是在三天之内, 发动和完成的, 不过不是在圣诞节平安夜, 而是在两千年前的那一个, 世界上最后的一个逾越节, 和第一个复活节, 就在那一个周五, 当年从天降下, 道成肉身, 我说空头到了伯利恒一个旅店的那一位耶稣, 他独自一人, 抵挡住了魔鬼, 撒旦仇敌和罪恶最凶猛的攻势, 然后在第三天, 也就是那个星期天的早晨, 他发出了致命的一击, 将魔鬼击溃, 用圣经的话说, 从此他掳掠了仇敌, 升上了高天, 这样的一份材料, 或者说有许多很敌视基督教的人, 对于圣诞节, 对于基督的意义的恶意的解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 就是往往你的敌人都比你的朋友, 甚至你自己更了解你信的是谁, 你都没有觉得有多么重要, 但是你的敌人比你更紧张, 这件事情在当年耶稣降临的时候也发生了, 耶稣照着预言要降生的时候, 当时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 最紧张的一个人是谁呢? 就是当时统治以色列的西律王, 他自己非常清楚的知道, 这个按着先知的预言, 照着圣经所说要降生的孩子, 是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罪人和坏人恶人的一个重大的威胁, 而他自己就是首当其冲的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照着圣经的记载, 这一个邪恶又狡诈的西律王, 假意欢迎主耶稣的降生, 然而却派兵前往了伯利恒, 他没有找到具体哪一个孩子, 小婴儿是主耶稣, 于是他残忍的下令, 把整个伯利恒周围两岁以下的孩子都杀光了, 这就是我说, 你的敌人会比你自己有可能都更认识你信的是谁, 当然主耶稣逃过了他的魔掌, 逃往了埃及, 在他死后才又回到了以色列, 所以我们说, 真正了解圣诞节意义的, 从某一个很崎岖的角度来看, 反倒是这个西律。 当然, 在实际的圣诞那一夜, 还有一些人也同样非常了解, 这一个婴儿意味着什么, 其中就包括那些牧羊人, 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赞美时平安夜里, 就提到说牧羊人在旷野, 对吧, 他们就听到了天使对他们报的信息, 这一些牧羊人都是以色列人, 他们知道一个自古以来, 就由犹太人保存和传讲的一个伟大的预言, 就是将来要有一位叫做弥赛亚的救世主, 来到这个世间, 他将发动一场全面的战争, 将属于上帝的人解救出来, 而将那些抵挡上帝, 攻击上帝的人消灭, 所以他们都知道这一个预言, 因此当天使说那位弥赛亚来了, 这些牧羊人就欢呼雀跃, 因为他们知道, 那场弥赛亚领导的战争发动了, 当然传递这个信息的天使, 自然是更清楚圣诞的意义, 他们在天上大声唱着赞美上帝的那样的歌曲和音乐, 其中在圣经里边特别写了这样的两句, 天使唱的是什么呢? 他们唱的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这样的战歌, 这样的诗歌, 都是在宣告一件事情, 就是这场战争已经开始, 更深的一个意义是, 这场战争也已经结束, 因为在上帝的心意和他的预定当中, 这一场战争的结果, 当然已经决定了, 所以天使传讲的这信息, 就告诉我们, 这一场战争的标记是一个十字架, 这场战争的名字叫做福音, 这一场战争的目的呢, 是使上帝得胜利, 得荣耀, 又使他所要拯救的人, 得拯救, 得平安, 不过还有一个人, 比牧羊人, 甚至比天使都更清楚, 主耶稣降生的意义, 这个人就是, 玛利亚, 在他怀这个胎儿之前, 天使就亲自的告诉他, 你虽然未曾出嫁, 就由圣灵感孕, 怀上了这个胎儿, 那么, 这一个你腹中的胎儿, 就是这一场旧式战争的统帅, 他是至高者的儿子, 是永远的王, 所以, 玛利亚深深地知道, 就像我自己最喜欢的有一首圣诞歌曲, 就叫做《玛利亚, 你是否知道》, 就是在这一首歌当中, 所唱的那样, 玛利亚当然是深深地知道, 这一个看起来弱小的, 正在他怀中安睡的婴儿, 将来呢, 却能使哑巴开口, 能让瘸子行走, 可以让盲人复明, 可以使死人复活, 而且他将要统治万国, 因为他本来就是那天上的至高的王, 玛利亚更清楚这个孩子是谁, 基督徒都会读一本书, 就是圣经, 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 也是按着一个每年读一遍圣经的计划来读圣经, 所以照着次序, 每一年到了圣诞节的左右, 我们要读的那一卷书, 基本都是圣经的最后一卷, 叫做《启示录》, 所以我说这真的是非常的合适, 因为圣经就是记载了这一场创世和旧式战争的始末, 它开始于创世纪, 显明在福音书, 最后在启示录当中告诉我们这一场战争的结局, 什么样的结局呢? 就是在耶稣再次来到这个世界之前, 我们每个人都还有机会去投靠他, 去相信他, 去跟随这位天国的统帅, 而到了世界末日的那一天, 那些真正投靠耶稣的人, 就会得着永生进入天国, 而那些继续跟从魔鬼, 任由着自己心中的罪恶, 泛滥, 去伤害人, 伤害神的那些罪人, 将跟着自己的罪进入永死。 这就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信息。 所以, 我相信每一位今天来到这里的朋友们, 你来到这儿不是一个偶然的随机的事件, 因为正如经上所说, 要在上帝还可以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他, 不过你能寻找他的前提, 是因为他当年从天降下来寻找你, 当他来找你的时候, 当他要让你可以找他的时候, 你才开始找他。 所以我相信今天就是我们当中, 很多的朋友, 也许就是你认识耶稣的第一步。 愿我们众人都可以在这样的圣诞的节期, 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日子, 但也确实是一个神圣而沉重的日子, 明白旧式战争是怎样的意思, 福音是怎样的意思。 或许你对我说的还不是特别的清楚, 但正如我们刚才弟兄的音乐和他的见证所告诉我们的一样, 我不用具体地问你, 你的心里一定有着巨大的痛苦, 有着巨大的罪恶感, 你非常渴望有一位谁来帮你, 或者来安慰你, 或者说让他来爱你, 你需要这个, 但你还不知道他是谁, 如果这说的就是你, 那我要告诉你, 你来对了, 因为你需要的这一位就是耶稣, 他爱你, 而且可以拯救你, 你所需要做的就是相信他, 站在他的这一边, 在这一场战争当中, 站在上帝这一边的必然会得胜, 而站在魔鬼那一边的必然会失败, 所以愿这样的美好的福音, 这样的祝福, 这真正永恒的生命, 这对于你罪恶的赦免和拯救, 都能被我们今天, 每一位在场的朋友们得着, 让我们来低头为大家祷告, 主我们就求你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 显出你的救恩, 主啊, 你那圣子从天而降, 正是为要拯救世人, 主啊, 你保守我们当中还未曾认识你的人, 你开启他们的心, 你使他们有这样的感动, 将他们的痛苦, 罪恶和羞耻感呈现在你的面前, 使他们愿意向你来求救, 因为只有你能够拯救, 只有你这一位真正天国的元帅, 这位发动了这一场针对罪人灵魂战争的元帅, 有这样的能力去赦免我们的罪, 将我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 赐我们永恒的生命, 我们相信这是你已经做成的事, 我们相信这场战争的结局已经注定, 那就是属上帝的, 属耶稣的必然得胜, 主啊, 愿我们都能够在这平安之夜, 可以认识这天地的主, 认识这一位至高的王, 愿这救世的君王, 这位救世的弥赛亚, 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救主, 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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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